正在陆冰军乐队服役的山城员泰民 因忧郁症和恐慌障碍恶化 被编入补充役 14日 搜索公司SM娱乐表示 泰民从2022年1月14日开始 被国防部工作支援团军乐大队 编入补充役 经济公司方面表示 泰民从以前开始就患有忧郁症和恐慌障碍症状 在服兵役期间也持续接受治疗和咨询 但最近病情恶化 根据军队认为无法并行军队生活 和治疗的判断和措施 泰民被编入补充役 作为社会服务药员 继续服务完剩下的兵役 泰民目前正在专心于治疗身心状态 也向粉丝们传达了泰民的近况 泰民同期在社交平台留言 表示哪怕泰民自己非常的难受 也会去开导他人安慰他人 是个很好的大哥 还有其他同期表示 泰民因为身体原因不怎么吃饭 每天要吃6道8颗安眠药 还会做噩梦 对此粉丝们纷纷表示 原来还以为泰民适应的很好 希望泰民能够健健康康的 要赶快好起来啊 爱到韩米是我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订阅和订阅哦